刘嘉玲说出相恋27年一直没有孩子真相,梁朝伟,我从未责怪过你。 刘嘉玲与梁朝伟相恋20年了,两人感情一直很深厚,在演艺圈里也都是影帝影后,身家数十亿。 不过在事业上收获如此成功,感情也一直很要好的二人,却一直有一个遗憾,那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孩子。 老实说梁朝伟夫妇的年纪已经大了,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 这对于梁朝伟刘嘉玲来说,相比也是一辈子的遗憾吧。 两人努力一辈子打拼出来的财富,最后却无人继承,而且夫妻俩人职内在都那么优秀,如果真有了孩子那这孩子基因得有多好啊。 那梁朝伟刘嘉玲究竟为何不生孩子呢? 此前有记者拍到梁朝伟刘嘉玲多次去庙里烧香拜佛,渴望求个孩子,说明不要孩子绝不是夫妻二人的意愿,那就只能是身体问题了。 曾在网上传有谣言,称刘嘉玲由于年轻时比较爱玩,所以不能生孩子了。 刘嘉玲曾在金星的节目中终于说出了原因,那是因为刘嘉玲是一个视野心非常重的女人,她不想让婚姻耽误了自己的事业发展,甚至从没考虑过50岁以前结婚。 她与梁朝伟相变20年中,梁朝伟期间求婚了很多次,都被她拒绝了。 因为刘嘉玲觉得结婚证只是一张白纸,两个人若有感情,不需要通过这张纸来证明,反而会被束缚住。 只是后来她又想想,作为女人还是应该给自己一个归宿交代,就与梁朝伟结了婚。 而结婚后,夫妻二人也早就不要孩子达成了协议,梁朝伟也同意了这刘嘉玲的决定。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,眼看着身边好朋友们都有了孩子,刘嘉玲也会富有的母爱泛滥,想要一个孩子,完成做妈妈的心愿。 所以后来夫妻又改变主意,想要造个娃,无论是拜佛祈求还是试冠婴儿,都没有成功。 真可谓是岁月不饶人啊,错过了和孩子的缘分,恐怕很难挽回了。 早在结婚前,梁朝伟的妈妈就劝儿子放弃刘嘉玲,奈何梁朝伟死活不肯,可见她对刘嘉玲的爱之深,等了她二十年。 先两人虽然没有孩子,但是家庭生活和邪恩爱,与婆婆关系也很好。 刘嘉玲活出了自我,虽然没有孩子但五十岁的她外貌依旧如少女般,事业又这么成功,也足以让人羡慕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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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